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 你们好 我是老胡 在多伦多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2年4月23号 奴隶3月23 星期六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新冠肺炎加拿大疫情数据 多伦多提供一元共享单词 安省公交医院延长口罩令 加拿大恢复联方经济移民项目 加拿大入境政策再放宽 王家银行前业务经理涉欺诈 麦当劳拒绝使用顾客自带的环保杯 不锁出门惨刀欺贼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由于今天是周末 只有安省的数据 安省4月23日新增3820例的确诊阵例 今天死亡人数新增23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2728人 医院治疗人数为1684人 重症监护室有212人 省实验室昨日总共完成了204例的检测 阳性率比17.3% 截至到昨天晚上 安省总共注射了3257万剂的新冠疫苗 12岁以上一剂注射率已经达到93% 完全接种率 温然为91.1% 截至到4月23日中午 全加纳累计确诊大概是370的 比昨天增加17000多人 累计死亡是38700多人 比昨天增加100多人 累计之余是342 现有确诊大概是23万多人 多伦多提供一元共享单车 为响应22日的地球日 多伦多提供单车共享网络计划 为市民提供一元共享单车租赁服务 这项一元共享单车租赁服务 每程最多30分钟的单程租用费 仅收一元 多伦多市政府表示 推入一元共享单车租赁计划 鼓励更多市民可以在地球日进行可持续思考 单车共享网络计划 在多伦多共设有625个单车站 多伦多市长表示 多年来单车共享网络计划 一直为市民提供类似于清洁的方式 来游览多伦多 市府鼓励更多市民 以一元租赁共享单车 享受其单车的乐趣 安省公交医院延长口罩令 安省将在选定的高风险环境中 要带口罩的规定 至少再延长一个月 实施口罩令 包括长期护理院 医院和规定点 原来的口罩令 与27日到期安省政府22日宣布 在地入伯大流行期间 至少维持到6月11日 伯特省长表示 根据摩尔的建议 他同意将安省剩余的口罩规定延长 多伦多市长告诉媒体 他支持取代口罩 大多数人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取代口罩是一件谨慎的事情 加拿大恢复联邦经济移民项目 移民部门将在7月恢复联邦经济移民项目 并在国际学生等待居留申请被处理期间 延长谈为 即将到期的工作许可 此前该计划被长期割置 导致许多国际学生无法获得拥有拘留权 移民部 广将允许今年的研究生工作许可到期的人 在加拿大再拘留18个月 同时继续处理G22的移民和公民项目 与一系列其他措施一起 这些变化 旨在解决数千名国际学生面临的危机 这些学生在加拿大的地位 已经或即将耗尽 面临不得不离开加拿大的前景 移民部长22日 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中表示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快以雇主招聘的速度 加拿大需要考虑每一种选择 以便我们拥有推动经济增长所需的技能和劳动力 移民对于解决我们的劳动力短缺至关重要 这些措施值得解决全国各地各部门的需求 同时为近期毕业和其他申请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在加拿大建立自己的生活 继续为我们的复苏和长期烦恼做出贡献 疫情对加拿大的移民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去年5月 移民部还推出了一项 一次性特别计划 让一些在疫情期间 从事重要工作的学生和移民成为永久居民 然而由于沃泰华派系的需要 将流离社区所的阿富汗人和现在的乌克兰人 按制造加拿大申请人的处理时间变长 因此沃泰华去年暂停了联邦经济移民项目 这是国际学生毕业后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任务途径 为了避免申请人在加拿大境内长时间等待而被漏掉 移民官现在将允许申请人在申请期间离开加拿大 与此同时 那些工作许可到期的人 也将有资格延伤他们的工作许可到2024年底 加拿大路径政策再放款 加拿大政府22日宣布进一步放款路径的限制 为接种新冠疫苗和部分接种疫苗的5至11岁的儿童 在路径加拿大时不再需要新冠检测 从东部时间4月25日周一凌晨1点开始 在以接种疫苗的父母、继父母、监护人和导师的陪同下 5至11岁的年龄组的儿童将不需要完成路径前的新冠检测 不过目前有资格路径加拿大的12岁及以上旅行者 如果部分接种和未接种疫苗仍需要进行路径前的测试 政府补充说 5岁以下儿童不需要提供新冠检测结果 此前 加拿大已经取消了 原先接种疫苗的旅客 在抵达前的新冠PCR测试要求 皇家银行前业务经理是欺诈 警方在对大多伦多地区涉及上千万的欺诈性贷款案进行长达一年的调查后 对4人提出指控 包括一名皇家银行的前业务经理 调查由安一省严重欺诈调查办公室启动 10月2021年1月 调查重点是皇家银行的一名前业务经理 这名经理雇佣其他同事帮助不知情的借款人客户申请政府担保贷款 过程中涉嫌伪造银行文件 伪造租赁协议和发票 以确保贷款能够获批 批准的贷款资金分给了该经理直接相关的供应商 警方在新闻稿中说 支付了约1050万元 借款人收到了一小部分 而供应商收到大部分资金 为了保护法庭程序的功能 不会就调查进一步批评 麦当劳拒绝使用顾客四代杯 多伦多的帕特森说 过去几个月 他去当地的两家麦当劳市感到很失望 因为餐厅拒绝使用 他自己携带的可重复使用的环保杯 加拿大麦当劳 尚未通过一项牛九项的政策 允许使用环保随形杯代替一次性的外卖杯 为顾客提供咖啡或茶 并归咎于新冠疫情 即便如此 自1月17日以来 麦当劳已经在温哥华接受顾客可重复使用的杯 麦当劳本中表示 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封锁前几天就推出可使用杯子的政策 但随后由于担心 规定病毒传播 被迫填持 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引入 使用环保杯计划 为并会分阶段进行 我们不断致力于维护环境和保护地球的承诺 不所持 残遭窃贼盗窃 本业出 释迦坡四名窃贼 从一辆汽车内投资价值数千元的物品 警方正在通缉四人 这起盗窃案发生在4月5日凌晨3点半之后 地点在Bochmonde Road Anton Wood Drive 该地区的安全舍头 拍到四个人 规规碎碎的该地区游荡 并查看是否有位上锁的车 在警方公布的其中一段视频中 这四个人中的一个人检查了停在车道上一辆车 发现他没有上锁后 然后他们在车里搜刮物品盗窃 汇率和天取预报 4月23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11.5元人民币 明天4月24号天取报 沃泰华7度的12度少云 多伦多9度的12度少云 温哥华8度的17度 由于魁北克3度的8度少云 卡尔加里0度的15度少云 以上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视频道再见